青瓜宝宝学画画 今天我们要来画一只 在树上可以睡觉的小动物 是什么小动物呢 树袋熊烤啦 它们会抱着树上睡觉 你画的我吗 你就是一个树 他每天会在树上睡 很多很多的时间 他不喜欢下树 就一直待到树上面 树袋熊呢 它的鼻子是黑色的 而且比较大 它的耳朵毛绒绒有很多毛嘛 就在树上生活 来我们来先画树袋熊的 头部 我们上面先画一个红线 慢一点 为什么呢 先看我画完啊 因为它身上是有毛发的 所以我们画这个毛发的时候 要采用一下这样的 像这样的 褶褶褶 让它来代表 它头上的毛发 前面滑过去吧 它整个头的那个形状 有一点点像一个 打包子 打包子 上面是比较糊型嘛 然后下面呢 就有一点点 方方的 这边它的耳朵 耳朵比较大一点 一样的 它耳朵有毛嘛 你要画一样这样的 这个 嗯 里面 嘴边 是这个样子 这种 一错一错的毛 它这个 它这个 它的眼型 其实如果这里连上去就是 上面是弧形 是吧 下面呢是一个方的 所以这样是个方 那么画眼睛吧 在整个头部 在整个头部中间偏下一点的地方 在整个头部中间偏下一点的地方 先不要着去画鼻子啊 它的鼻子和其他肚子不一样 刚才我说过它的特点就是 鼻子比较大 到底有多大呢 这么的大 从它眼睛 上面这条线 这里看到 打个眼 它从这里开始画 一直长长长长长长长 掌握眼睛下面这儿的位置 很大 有点像一个门的形状 上面是一个 美食的土圆 弧形 一个弧形的拱 一个弧形的拱门 一个弧形的拱门 它的鼻子就是黑色的 所以你万一没画出没关系 家伙就会涂上的 嘴巴不错 嘴巴不错 嘴巴很痛 嘴巴在鼻子中间的地方 高下两端 打两个点 换一个弧 一个弧 就像这样子的 这个树干熊 树干熊 它的耳朵上的这种蓬松的毛 还有这个大鼻子 就是它的特点 它的鼻子形状是不这样的 是吧 是吧 爬在树上的树干熊 所以它的手呢 就像这样 从它脖子这儿伸出去 下面再放一条 它的手伸出去的手 树干熊的爪子非常的强壮 因为它总是在树上爬来爬去的 我们可以给它 它也有五个手指 嗯 嗯 找你着吃的感觉 哈哈 哈哈 它的背骨啊 它的背骨从它 这个 从它的腮部 上下图一个圆 不要画太长 因为树干熊 比较 比较小 它能带能 嗯 嗯 换一个大汪子 在它手这儿 刮它的腿部 因为它是趴在树上 抓在树上 一个大虎 诶 诶 后面不要忍起来 哦哦 好 好 好 在下面刮它的脚椒 它脚椒呢 脚椒呢 脚椒呢 好 好 有点像我们自己的脚 一个侧面 趴在树上的树在手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诶 那我们要把它的树 刮下来啊 不然的话它是 抓什么呢 是不是 抓住你 好 我们 哈哈 我们这里 根据它 手 撑出来的这个情况 还在刮手 刮一个 刮一个 先刮一个斜线 纤织 画直了也可以 生耳朵 嗯 好 哇 嗯 好 Lay上面 这鞭椅给大家画一些 小枝鸭也是可以的 可以 我想我们给垫一点腿肉 蝴椒 飘食吧 飘食吧 飘食 你看它又飘食 又爱睡觉 简直吧 是不是 是不是特别懒 长树枝 这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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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上的 这种伸出的树枝 差不多 顺利的走势 换两块斜线 变得行吗 尖尖的起锅树叶 你上面可以画一些风叉 目前把树袋上 也不涂黑咯 当一涂黑就特别的相似的 这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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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睡觉 天天睡觉就像你 要么睡觉 要么发呆 要么都吃 这个烤拉呢 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给你你知道中国的国宝是什么吗 我们国家的国宝是什么 我当然记得我听过 是什么 哇塞 这个你都知道了 好了 那我们的现岛已经画完了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来图色 怎么图呢 比如说树 我们可以图棕色 树叶就成绿色 对不对 那烤拉是什么颜色呢 是彩彩 彩彩 彩彩彩 这样的检色的时候呢 就不要选の那种特别灰 别深的灰 听上去不太好看 就选一点潜力的 recognized 我要给我的《考大彩彩彩彩彩》 fiz 涂色的时候 其实都没什么技巧 我会不停地涂 一斤 接着一筶 好了我要给这个树的颜色 给我的爱树的颜色 你看前面画的 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脚没有放在树上 所以它当时不够解决 就不够解决的话 它把这个树画成 不安一点的就解决了 这个颜色 你上次观察 我把树干涂成棕色 这个功法还没有我的成 成 用我的要前一些 往下 延伸 往下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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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张画呢 基本上我们的颜色就已经出完了 这个时候通常啊 那你们想让那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呢 比如说旁边呢 你可以画只小鸟啊 和他在说话 是不是 这里可以画只小鸟 或者说画一只小蜜蜂 小蝴蝶 都可以对不对 换三个都可以 换三个都可以 啊 那么多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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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学那个 那你学学习书吗 学习书吗 我就再画一个大树框 那我捲起来的大树框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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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看一张转弯的树枝 是怎样 还继续呢 还转弯啊 安心树枝啊 所以你看看一个爱心 我们看到天天画的这个顶上 我们发现了一个位置 你看她画的这个口啦 画出来以后呢 一种熊熊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头部 画得太圆了 应该画扁一点的 你看她画圆的话 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是不是圆 然后画扁一点的话呢 就是上面的弧形啊 是吧 下面是刚才她们的一个方方的形状 就是一个包子这样的 耳朵 没画好 一只脚筋 脚筋 你傻了 谁傻呀 这个头脑很傻 你看毛茸茸的耳朵 画出来了是不是 哎这个鼻子没涂黑 我还要 我还要 而且你把鼻子画小了 但是你没办法 我还没胃了 对你的两个眼睛 看得太接近了 好啦 你怎么写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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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然後呢,再選O 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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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Ko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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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喜欢我视频记得点赞和订阅哦